IPEF IP4 IPAF IPEF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IPEF 到底是什麼東東? 嗯? 這個縮寫的全稱是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中文譯為印太經濟框架 由美國總統拜登在5月23日訪問日本時正式宣布啟動 印太經濟框架是美國5年來參與亞洲經濟的最主要舉措 它通過4個支柱領域加強成員國合作 包括數碼與傳統貿易、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去段化與基礎設施 以及稅收與反貪污 印太經濟框架的初始成員國共有13個 除了美國以外 還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 以及10個亞西安國家中的7個 包括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和文來 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40% 等等 大家都聽過亞太、印太卻要從何說起? 世界地圖上其實本沒有印太 它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 由地理概念上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演化而來 特朗普2017年出任美國總統後 美國開始頻繁使用印太地區取代亞太地區 並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取代奧巴馬時代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不過在北京看來這是美國深造出來的新概念 目的是要圍堵中國 中國外長就公開對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表示要看透其背後隱藏的圖謀 他還稱 如果刻意把特定國家排除在外 這條路就走歪了 美國推出印太經濟框架確實有地緣政治目的 在特朗普退出TPP後 美國在亞洲的地緣戰略缺乏經濟內容 拜登政府希望用印太經濟框架填補這份空白 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 但印太經濟框架不包括降低關稅和降低市場准入門檻 不是一項自貿協定取代不了TPP 印太經濟框架的具體內容還有待各方談判 美國有意用它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一些參與這個經濟框架的國家希望與中美都做朋友 而中國又對它有著濃濃的敵意 這個經濟框架念法都有這麼多種 未來恐怕會繼續爭議不斷